李巴嫩真主黨三千台呼叫器同時被引爆 造成近三千傷十一死 呼叫器內藏有五公克炸藥疑似被動手腳 真主黨直指以色列所為 呼叫器製造商是台灣金阿波羅公司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在辯論會上聲稱移民吃貓狗 謠言持續發酵 春田市至今傳出33起炸彈威脅 多所學校因此關閉進行搜索 巴西面臨史上最慘乾旱 亞馬遜流域水位降到歷史新低 部分通行水道河床干涸 同時遭遇野火威脅 葡萄牙野火狂燒一發不可收拾 全國警戒延長 歐盟西班牙出動救援 日本全國平均地價年增1.4% 連三年上漲 外國觀光客增加 日圓貶值吸引海外富人投資湧入 成為1992年來最大漲幅 而東京明志屋影座大樓 更連續19年位居榜首 大陸三天中秋廉價 多地舉辦燈會文娛節目 北京舉辦史上最大規模燈會 全國超過6億人次出行 受到高溫影響 陽城湖大閘蟹生長緩慢 產量減少導致價格上漲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起來Focus全球新聞 恐攻的手法又翻新 而這次大規模的攻擊 竟然用的是很多人 日常生活的一個電信產品 呼叫器 這次是黎巴嫩真主黨的民眾 遭到大規模的恐攻 它有幾千個成員 隨身都帶著呼叫器 為什麼不用手機 因為之前他們認為手機的流訊號 或者是通話會被以色列攔截 因此正主黨的成員 統一發了三千個呼叫器 全部不用手機通訊 但是竟然在星期一 五後同一個時間爆炸 這個慘案造成了將近三千人受傷 九個人死亡 而傷勢危急的還有上百人 因此最後的死傷人數還不知道 調查之後發現他們的呼叫器裡面 都被裝了28到56克不等的炸藥 他們是由真主黨統一購買 統一發放 而這個呼叫器呢 是向台灣一個金波羅公司買的 因此呢 在整個國際新聞裡面 都有很多派駐台灣的記者 今天守在這個製造商 事發當時呢 接到這個訊息的人 是看到真主黨領袖 透過呼叫器發訊息 呼叫器想了幾秒之後 立刻爆炸 由於很多人看呼叫器訊息的習慣 是湊近了眼睛仔細看清楚 因此受傷人當中 很多人雙目失明 手臂被炸斷 尼巴嫩真主黨在毫無防備下 遭到大規模攻擊 中一真主黨成員 隨身攜帶的呼叫器 在同一時間爆炸 監視器拍到各地事發影像 正在超市購物的中年男子 隨身的包包突然爆炸 他倒地不斷哀嚎 一個放在超市收銀台上的呼叫器 瞬間引爆 炸傷一旁的顧客和收銀員 市區街道上 許多民眾被身上的呼叫器炸傷 倒在路邊等待救援 尼巴嫩市區頓時被救護車塞爆 救援單位要求民眾和車輛讓出道路 讓救護車通過 醫院湧入大量傷患 尼巴嫩紅十字會呼籲捐血 各地捐血銀行立刻湧入人潮 初步估計爆炸至少造成九人死亡 包括一名八歲女童 兩千八百多人受傷 上百人傷勢危急 珍珠黨發聲明指控是以色列所為 根據CNN的報導 這是以色列情報局和軍方 聯手發動的攻擊 不過以國政府對事件不評論 但也不否認 調查人員在呼叫器中 發現28克到56克不等的炸藥 就塞在電池的旁邊 事發在週一下午3點半左右 呼叫器傳來真主黨領導人 發出的訊息 想了幾秒之後突然爆炸 許多人剛好拿出呼叫器看訊息 眼睛和手臂都被炸傷 造成失明和斷肢 國際戰略專家分析 這是極度緘密的攻擊計劃 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準備 你必須知道從哪裏出發出 你必須能夠找到正確的 接觸點在那裏輛線 所以你能夠積極地 積極地積極地積極 一些小型的炸彈 我猜的 然後那些貨人 必須要看得到完美 當它們出發出 另一邊 然後走到那一旁的旁邊 所以沒有人 想到任何事 都被擔心了 今年初 珍珠党领袖纳斯鲁拉 严格限制成员使用智慧型手机 担心讯息会被以色列监控 珍珠党因此向台湾金阿波罗公司 订购了3000台的呼叫器 发放给各地的成员 没想到却给了以色列可乘之机 精准击中珍珠党的要害 重创士气和人力 爆炸案中呼叫器的品牌 来自台湾金阿波罗 负责人也立刻出面澄清 出示的呼叫器不是台湾生产出口 而是由一家欧洲公司制造 他们签约付费挂上了金阿波罗的品牌 正主党领袖已经下令成员将所有呼叫器丢掉 组织内顿时失去沟通工具 行动效率势必受到冲击 就在爆炸案发生的前一天 美国特使团才前往以色列和国防部长格朗特会面 希望能为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降温 不过会后格朗特表示 与真主党的协商大门已经关闭 因为他们选择与哈马斯绑在一起 所以必须用武力解决 真主党也已经扬言发动报复攻击 中东战争再度濒临爆发边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这个战争人祸造成动荡的世界里面 今年的天灾也增加了很多悲剧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从欧洲到美国 各种不同形式的秋天的天灾 南美洲的巴西五个月没有降下一滴雨 爆发了70年最严重的干旱 亚马逊河干了 大面积野火扑灭不了 在欧洲最严重的森林大火在葡萄牙 那么总理宣布整个葡萄牙进入紧急状态 而欧盟跟西班牙都派员到葡萄牙去救火 那么另外就是雨下太多的暴雨侵袭 欧洲第二长河多脑河 水未上升绝体 因此淹了匈牙利 斯洛伐克 奥地利 好几个国家 我们从暴雨开始看起 灰白色泥水向下流动 街道路面一夜成了水箱泽国 欧洲中东部地区近期受到 低气压系统波瑞斯影响 连日降下暴雨 导致欧洲第二长河多脑河水未上涨 匈牙利与斯洛伐克等国都饱受洪灾之苦 创级炉大雨也在奥地利酿成灾情 当地政府为防洪患派出消防员雨志工 在水坝附近堆起沙袋 却仍防不住向外蔓延的大水 只能改开起小船 将受困灾民一一救出 在横扫中欧造成21人死亡后 波瑞斯往南行进 意大利已经发布强风大雨与洪水警报 美洲国家巴西则遭遇70年来最严重干旱 当地已经将近5个月没下雨 亚马逊流域河流因此干涸 居民接下来恐怕连喝水都有困难 干燥天气加上热风吹拂 使得巴西利亚国家公园 上个月爆发的森林大火 迟迟无法熄灭 当地伤态因此遭遇严重冲击 15日消防员才从火场中冒险 救出一只爆猫 林国秘露也从上周开始 遭到野火侵袭 全国24个地区 有22个区域都爆发森林大火 将近2000人因此成为灾民 还有至少10人罹难 同样保守野火之苦的 还有欧洲的葡萄 从上周日开始 葡萄就惨遭烈火包围 截至17日为止 葡萄全国就爆发了 50机场火灾 即便消防人员日夜打火 灾情仍然难控制 七项专家表示 因为当地天气过热过干 导致野火频发 且数日不退 目前只能寄望 19日十度增加 降下大雨 向天借力来灭火 这场野火已经导致葡萄牙 至少7人丧生 其中包含三名警消 蒲国总理第一时间 对罹难者家属至上慰问 并宣布延长全国紧急状态 Nós decretámos o estado de alerta com o início às 13 horas do dia de ontem, domingo até às 23h59 do dia da manhã e portanto vamos prolongar esse estado de alerta até às 23h59 da próxima quinta-feira Portoia当局 已出动超过 5300名消防员 欧盟与西班牙 相继派出直升机 协助救灾 阻止火使 扩大 Portugal has triggered the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 This is basically the solidarity of all of Europe to support as much as possible in kind at the moment being of crisis the member state 天灾之外 也有人祸酿灾 16日 美国德州 一辆SUV汽车 失控冲过围栏 导致天然气管线爆炸 当地百户居民 紧急疏散 希腊第二大炼油厂 17日晚间 也燃起大火 浓浓黑烟 直窜天际 索性 无人伤亡 TVB新闻 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的是 人的一句话 可以引发 多大的后续连锁效应 带给别人多大的灾难 在一周前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辩论时候说 海地的移民 在美国 俄亥洲春田市 偷居民的宠物 猫狗吃下肚 这句话呢 导致春田市 在这一个星期之内 收到33起 炸弹威胁 星期一 两所大学 两所小学 因为又受到炸弹威胁 紧急停课 居民愤怒 学生无奈 州长下令 让40个州警 进驻校园 每天早上 先逐步巡视校园 没有危险了 才开放学生上课 这已经形成一个 从来没有过的 罕见乱象 也带来很大冲击 川普的副手 犯思造势的时候 依旧主攻移民政策 他强调 春田市被移民淹没 是因为民主党敞开边境大门 春田市这所中学外的道路 17号一早 许多家长开车 送孩子来上课 在紧急停和后 二海二洲州长下令 派驻40名州警进入校园 每天早上搜索校舍 确保安全 才让学生进入 二海二洲春田市 目前全面警戒 这波混乱要从上周 美国总统大选辩论 开始说起 川普脱口而出 这句话在全国各地直播放送 他口中移民吃猫狗的地方 二海二洲春田市 一个星期以来 至少收到33起炸弹威胁 春田市两所大学和两所小学 周一收到个别威胁后 紧急停课 当地的威登堡大学 目前改成线上教学 所有体育活动都取消 直到9月23号 面对过去一周的舆论冲击 春田市居民的感受是愤怒又无奈 对于每天在社区一起生活的市民来说 指控海地移民抓居民的宠物来吃 是无稽之谈 实际走访春田市 这里的海地移民为生活打拼的日常 从每天清晨4点半开始 没有交通工具的他们 天还没亮 就准备前往临近的工厂 寻找工作机会 安排包车接送的公司表示 春田市附近的工厂值缺很多 可是想投入的移民们没有交通工具 自从启动包车服务后 上门的主要都是海地移民 海地的帮派恶斗 让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对移民来说 来到春田市是他们所剩无几的选择 如果可以 谁想离乡背景在异地求生呢 来自海地的多尔桑维尔 原本是一名医师 来到春田市三年 为了保命他丢下未婚妻和女儿 偶尔和未婚妻与女儿适讯 缓解思念之苦 多尔桑维尔表示 他当时得知自己被帮派锁定 要绑架他勒索赎金 他只有两个选择 他的意识资格在美国不受到认可 现在他努力上课学习 要考到护理师执照 但是近期的暴力威胁 让课程改为线上 他得花加倍努力跟上进度 因为毕业拿到执照 是一家团圆的唯一办法 海地移民吃猫狗论不断发酵 对俄亥俄州春田市造成的冲击 川普副手范斯在公开造势时 没有再提吃猫吃狗 而是放大民主党移民政策 对美国造成的冲击 仇视移民言论成为美国社会当前的争议话题 连好莱坞隐星 前加州州长阿诺史瓦辛格 都在前往德国领取荣誉学位的仪式上 公开反对这种抹黑攻击 我们必须去理解这些人 我们必须去理解 他们可能完全错误 我说没有人在吃狗和狗 所以他完全错误 所以什么 让他留意我们 1968年从奥地利移居美国的阿诺表示 他目前人是一名共和党人 但川普阵营提出的移民吃猫狗论 他并不认同 强调党内传统是深具包容性的 不是靠仇恨和分裂领导国家 TVN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社群平台的一个重大改变 Instagram采取了一个重大措施 推出了全新的青少年账号 如果是未满18岁的人用IG 系统会自动预设为不公开账号 没有办法被非好友Tag 或者被非好友传送接收讯息 而且会限制不满18岁的人的 在IG上的使用量 扩大家长的管控权 年轻族群在美国犹他州 有数十名青少年选择 一年不滑社群平台 来看看这则报道 在各界施压下 超过20亿活跃用户使用的Instagram 推出全新青少年账号 用来保护未成年使用社群平台的安全 未满16岁则需要家长许可 才能变更预设设定 此外家长也能看到他们在跟谁打交道 并限制每天的使用量 晚间10点到早上7点 则会自动关闭通知提醒 从下周起 在美国 加拿大 英国和澳洲 任何未满18岁的人 要注册Instagram 就会被归类到 限制重重的青少年账号 至于现有的账号 则会在未来60天内进行转移 如今Instagram 全面强化隐私性和家长管控 被视为因应社群媒体 负面影响的重大举措 尤其越来越多研究显示 社群媒体越滑 令人越不快乐 甚至陷入焦虑 悲伤或忧郁等 又已对年轻使用者的影响最大 加上全美各地也不断传出 有新人士利用社群平台 威胁学校的事件 已经让立法机构考虑 要对这些发动威胁的人 加重罚则 因为简单几行字句 不但造成学校停课 加派更多警力到学校 更已经逮捕多名 幕后操弄的青少年 随着社群媒体无孔不入 犹他州这群青少年和孩童 选择这么做 但他们不单单 只是呼朋引伴 到户外走动 呼吸新鲜空气 而是断开所有社群媒体 并且维持至少一年 这项计划背后的发起人是他 但发起人强调 并不是要强迫年轻人放下手机 而是把这活动称作挑战 让青少年和孩童 自行决定要不要接受 参加计划的青少年 也可以选择保有一点点 数位世界的连结 那就是改拿只有内建 基本功能的手机 目前为止已经有60到70名孩童 加入这个免费计划 如今一年还没到 参加者已经有感 南半球的澳洲 对付社群媒体危害部手软 继上星期才考虑立法 限制社群媒体的实用年龄后 两天后又宣布新法规 要严惩网络散布假消息 澳洲政府宣布 一旦发现这些社群龙头 没能防止假消息在平台扩散 将开罚最高5%的全球营收 澳洲通讯部长也表示 约有5分之4的澳洲人 都希望能杜绝网络上的不实资讯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我们去太北 泰国北部有一个大古地村 它曾经是国共内战之后 流落泰勉的国军遗族安身之地 但是在那个地方 现在非常缺乏医疗资源 我们下面看的报道 是台湾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医疗团队 跟太北大古地村的诊所合作 到那里去举办议诊 而且计划能不能在大古地村设立诊所 希望替这个地方提供长期的 健康保障 1990年上映的电影《抑郁》 描述国共内战后 国军参与部队从云南转转 撤退到泰勉两地 逐渐成为一群被遗忘的抑郁孤军 如今历史篇章所以翻页 却是后裔无法忘记的痛 泰国北部最大的华人村落大古地 正是当年流落到泰国的国军和遗族 开辟而成 这里位于青迈北方约120公里 距离缅甸边境只有两公里 当年对初来扎到的孤军们 泰国政府提出条件 若能协助泰军出征 找到苗共和泰共 就能让他们继续留住 派一些部队到泰国的边界上打仗 跟政府配伙 然后得到一些认可 那后来呢 大家就是被政府的一些来光照 来光心 那给我们泰国的这些军人 有了泰国的身份 郭军遇险立下战功 最终获得泰国政府 受与拘留泉在这一片荒芜之地 披荆斩棘落地生根 妈妈只靠种稻米养活我们 不像现在也可以种什么农业物 可以卖的没有 我们吃的就穿的 都是很困难的 我们那时候没有电 路是很烂的 房子是我们住的是卯屋 你们没有见过吧 现在的大谷地人口已有两万多元 其中云南极华驿占绝大多数 生活条件相较当初已有所改善 但近年来因为缅甸内战 不断涌入的难民 让资源本就有限的大谷地 再次承受沉重负担 尤其医疗与卫生资源极度缺乏 目前大谷地村内 只有一间检疫诊所和药局 若要到医院看病 还得下山 车程至少一两小时 像这样错过黄金治疗时间的病患 数不申数 为了补充当地稀缺的医疗服务 台湾医疗团队相继到访 来自台湾的嘉义基督教医院 就和青迈McCormick医院合作 八月到了大谷地 进行三天的疫诊活动 疫诊时间还没开始 挂号去早已人头传动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的名字叫什么 村民们顶着烈日排着长队 领取号码牌 只未能尽早得到诊疗 这边他们务农 然后他们也看到他们骑机车 也没有戴安全帽 他们的安全防护 其实观念是比较薄弱 所以很多车祸痠痛的患者 除了针对当地需求 伤请周医师前往治疗 医疗团队根据去年发现 中年中风病患的经验 今年特意带来了AI新仪器 一次可以检查两个病人 三分钟的时间就用AI判读 里面有非常清楚的数据 可以侦测出他有没有心率不整 三天的疫症共有约850位民众前往就医 至于一些行动不变情况较差的村民 这是没力气啊 不行 好 我帮你听听看啊 医疗团队也没落下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到病患家中进行追踪治疗 早在2017年家机就首次派出疫症队前往大国地缓解当地村民病痛 但疫情中断直到2023年才重新恢复 而疫症活动开始契机要从1977年前院长翁瑞亨 跟着送炭到泰北工艺活动第一次来到泰北偏向说起 这个地方非常的需要 需要医疗 需要教育 需要有很多的资源来帮助他们 那医疗是一个最直接可以帮助他们的 那从那个之后呢 我就开始对泰北这个地方有负担 有一个心想说以后有机会呢 应该多帮助他们 甚至短期诊疗效果有限 甲鸡医院计划和青麦医院合作 在大谷地设立诊所提供持续性医疗服务 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在大谷地这边设一个诊所 所以就不是只有我们短暂的时间来这边才有医疗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比较长期性 持续性的医疗 目前计划仍在洽谈中 希望能为这个充满历史的小村庄 带来医疗改善曙光 TVBS新闻 陈寅员高尔婷 泰国采访报道 好 气候转眼就已经过了中秋了 这个时候大闸蟹应该上桌了 今年因为持续高温 所以太湖大闸蟹上市的时间比较晚 阳城湖大闸蟹罕见缺席 现在一只阳城湖闸蟹的价格标到 新台币将近1500块钱一只 中秋假期中国大陆是连三天 高达6亿人次出游 但量增价跌成了普遍的趋势 中国大陆刚刚结束的三天中秋小长假 各地为了吸引游客到访 推出像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精彩灯会 或者维多利亚港上空的中秋主题 无人机表演等应景活动 成功筑进假期间的旅游热潮 平均每天跨区域流动人口 超过2.05亿人次 比去年统期增长28.2% 三天中秋假期总计有超过6亿人次出游 而这种以中国风为主题 透过宫廷乐舞与特色装扮 让游客体验古代中秋气氛的过节方式 也特别受到欢迎 游客明显更偏好前往物价较低的中小型城市 开展短途旅行 即便在北京上海或香港等大城市停留过夜 也更倾向选择价格实惠的郊区饭店 而不是以往坐落在旅游热点的奢华五星酒店 因此包括香港在内不少大城市旅游业者坦言 这个中秋假期明显人气够买气不够 因此各地机票与饭店房价都出现明显的量增价跌趋势 香港更有饭店业者干脆自砍一到两成房价 此外中秋节送礼用的高价白酒海鲜干货 甚至是最应景的月饼礼盒 今年买气都相对低 并且出现明显消费降级的趋势 据中国消费品零售监测机构马上迎数据显示 今年月饼类产品直到中秋节前夕销售额仍比去年下滑四成五 几乎是腰斩 这是连续第二年下降 买气不够只好降价求售 中国培考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热卖款月饼的价格区间 从去年的八十到两百八十元人民币 降到今年的七十到两百二十元人民币之间 高价月饼明显比较不受青睐 另一个消费疲软的指标则是假期间的电影票房 今年中秋节党期中国电影票房 报收三点八九亿元人民币 这是近十年来第二低的数字 与疫情前的二零一九年 曾经写下中国影史中秋党最高票房记录的八点零三亿人民币 相比差别超级大 至于过去中秋节餐桌上常常见到的杨城湖大闸蟹 今年则罕见缺席 民众只能拿电商平台所贩售的蟹券作为中秋应景礼品 而大闸蟹缺席的原因就是这个 如于受连续高温和大闸蟹生长等因素的影响 今年杨城湖大闸蟹开补的时间确定为九月二十五号 与中秋节时至交变 周一从上海登陆的中台被毕家 也曾铺向江苏杨城湖并且卷起十二级的墙风 导致当地养殖设备损毁 大闸蟹还没养肥就集体越狱 恐怕将影响收成 预计今年产量将比去年略减 价格恐怕也不会那么漂亮 例如生鲜电商和马卖的蟹券 杨城湖大闸蟹平均一只要价约三百二十三元人民币 也就是一千四百六十元台币左右 民众坦言贵到吃不起只能放弃消费 所幸阳城湖之外 还有苏州 吴江 太湖等地的大闸蟹 都已经开补 而且小量上市 价格也还算亲民 部分商贩建议等到十月中天气转凉 大闸蟹大出的季节到来 或许才是享受美食的最佳时刻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 接下来看大家关心的日本地价 最新的日本全国土地价格 日元贬值 观光客不断增加 使得海外的富人资金又涌入 全日本平均地价连续三年上涨 涨幅1.4% 是32年来的最大涨幅 而今年的商业帝王 依旧是东京的明治屋银座大楼 一平方公尺超过和台币944万元 他是连续19年居于地价之王的榜首 一平方公尺的土地 你认为该值多少钱 根据日本官方最新公告地价 全日本商业地段的天文数字 出现在东京银座 二滴木的明治屋银座大楼 一平方公尺 4120万日元 织合台币约944万 连续19年称霸榜首 商業地が全体の上昇を牽引したなという印象 やはり大きい理由としましては 円安を背景にした外国人の観光客 こういった方がかなりやはり戻った あるいは増えた そこで新たな店を出す 新たなホテルを建設する 仕事があるという方が 定住しよう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ので 住宅地も上がると いったような流れが出来上が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百商业区所赐 全日本所有類型用地 平均地价連3年成長 同比增1.4% 創1992年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最大涨幅 其中住宅用地增0.9% 商业用地增2.4% 日園汇率長期崩跌 海外遊客落役不絕 都会区惺惺向荣 東京都内23区 商业土地地价成長9.7% 住宅地上升3.6% 動辄上亿的房子 日本人根本買不起 但外国人積極投資 替住宅用地賭金 整个东京圈平均地价 更因此提升4.6% 连续4年正成长 预算2亿以来 北京的房子 感觉比这小很多 但是比这要贵一倍 每月40件から50件 贷買仲介の件数は 大体50件ぐらいありますね 去年よりほぼ倍になりました 格安な感じですね 日本で買う客さん 3分の1ぐらいですかね 安く買えられます 湘田的日園匯率 除了都市受惠 鈔票也源源不绝地 流向郊区偏向 商业用地榜单上 扣除雄门县的台积電效应 长野的白马村 格外引人关注 白马村是著名滑雪圣地 吸引无数海外滑雪客 而近来的汇率压力 使日本人回归国旅 业者抓紧机会改造 让滑雪场在夏天 也很好玩 成功掳获国内外游客 去年夏季入常人数 甚至创下2000年以来最多 只不过由观光潮起的 底价热潮 更是一路烧进里岛 充满度假氛围的冲绳 简直是日本人的后花园 购屋或定居者不在少数 于是小岛村落的住宅用地 身价狂飙 多下全日本最高涨幅 不过百花齐放的同时 今年元旦 经理规模7.6强震的石川县 因重建缓慢 人口老化 青年流失 商业与住宅用地最大跌幅 全落在了南登半岛 不动产分析师表示 灾区衰退 是日本经济一大简讯 而看似飞扬的偏乡地价 其实也顶到了天花板 整体国家警惕 仍需要谨慎布局 第二月新闻众号报道 好 关注美国大选 美国共和党中的候选人川普 在第二次总算是遇刺 而且人就保住性命之后 第一次公开造势 在市民大会里面 他说总统这个工作实在是有危险 并说只有重要的总统会遭到枪击 他去了汽车工业重症 说如果落选 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就会消失 因为他指称民主党只想发展电动车 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受访的时候说 川普对于恶害俄州海地移民的仇视言论 令人疲惫 同时对全社会有害 事实上美国这次选举充满了暴力氛围 而很多州的雄物人员 都已经受到了不明包裹的威胁 各州目前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提早投票 加强了防弹剥离 维护治安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在周日二度险遭暗杀后 首次公开现身 参加在密西根州举办的市民大会 现场拉高为安警戒 川普坦言当总统是个危险的行业 这天美国特勤局人员包围舞台 保护川普 现场支持者高喊天佑川普 川普则透露 他接到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 打来非常友好的电话 双方共同谴责政治暴力 但贺锦丽在这场 她少有的没有讲稿的座谈 随即话锋一转 批共和党对手 对移民和其他议题的煽动性言论 尽管没有点名川普 贺锦丽强调 当你在这个位置上 在麦克风面前 应深刻了解 你的话语有多少意义 川普的副手范斯则回呛 尽管没有证据 称是拜登和贺锦丽说 川普对民主构成威胁 引发周日的暗杀 在政治言论和威胁夹举下 全美超过15周的选务官员 收到可疑包裹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 和美国邮政检查局 已经展开调查 目前没有人因此受伤 或查出包裹含危险物质 但已让各州绷紧神经 有地方已在提前投票地点 派驻副警长 加装紧急报警按钮 防弹剥离和监视器等 在选情关键的摇摆州密西根 川普再次称民主党将透过推动电动车 削弱美国汽车制造业 也一再错误指称 中国车商正在墨西哥边境 大盖工厂 要把大批汽车销往美国 而在另一个摇摆州内华达 不少选民异口同声表示 经济是他们最关注的议题 我看到人们在社交媒体 在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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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跟她 我觉得 很多人都在叫我 或者叫我 Latino 在讨论选投票 所以那是从哪里 是他们认为他会更好 那是正确实 川普2016和2020年 在内华达都小输对手 目前民调 贺锦丽在当地 以49% 对上川普的46% 差距仍在误差范围内 内华达州选民开始转向 最主要就是疫情期间 堵成拉斯维加斯 几乎全面停摆 失业率全美最高 达近31% 是全国平均的两倍 现在工作回来了 但房租等物价也上涨 过去半世纪 内华达总统大选 六界头共和党 六界头民主党 这回要摆向哪一边 还是未定之天 请示范综合报道 锁定Focus观察美国大选 好来看的是SpaceX 北极新黎明太空船 已经完成五天的飞行任务 平安返回地球 其中一名女性太空人 在太空舱里面拉小提琴 和地表六个地方的乐团 一同演奏星际大战配乐 这个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合作 完成了天地合作的创举 吸引很高的注意 太空船在美东时间15号 凌晨三点半左右 以降落的方式 成功降落佛罗里达州附近海面 这也是第一趟完成的 民间太空漫步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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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